北京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幕了 北京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既举办了夏季奥运会 又举办了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盘点一下 举办奥运会的得失 特别是这届北京冬奥会 我们真正的得失在哪里 现代奥运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好几十个 有的城市通过承办奥运会是名利双收 但是还有些城市 名声落个骂名 利也没得着 甚至赔得连裤衩都没了 我们还是首先预祝北京冬奥会 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本届冬奥会上我们会有哪些得失呢 我们先来预测一下 首先政治上的 举办奥运会有一个政治上 它能让这个城市在全世界的面前 得到极大的曝光 奥运会成功举办 这个城市甚至本国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 都会有一个正面的印象 这个正面的印象是极大的收益 你哪怕经济上赔了都无所谓 能让全世界都能对你产生好感 那就是最大的收益 政治上得利 最适合的例子就是日本 日本是二战的策源地 发起者和战败国 那么战后在世界上肯定是没有地位的 用句通俗的话说就是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 什么时候改变了这种情况呢 其实就是举办了奥运会之后 1964年日本举办了东京奥运会 为了摆脱战争的阴影吧 要向世人展示一个正面和积极的印象 当时的日本全国上上下下 都非常重视这届奥运会 扩建了城市 改进了交通设施 兴建了体育场馆和一些配套的场所 花了近30亿美元 当时的30亿美元 那可是老大一笔巨款了 创造了奥运会历史上最高记录 真是下了血本了 经济账就不能算了 肯定是赔了 但是政治上可是正大法了 奥运过后的日本 在全世界人民的眼中 虽然还是老鼠过街 但是呢已经不再是人人喊打了 再慢慢的也不再是老鼠过街了 基本上算是一个人了 除了日本曾经经经济实力世界第二之外 举办奥运会确实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北京举办冬奥会 有什么政治上的收益呢 其实呢收益一般 因为最大的红利啊 2008年举办夏季奥运会的时候 已经吃过了 2008年 北京以一种全新的姿态 展现在全世界的眼前 举办了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一届奥运会 这个最为成功啊 是国际公认的 不是我们自己吹牛说的 以前最成功的是巴塞罗那 08年之后就换成北京了 以2008年为继 国际媒体是一夜之间变天了 以前呢中国有个啥事啊 在国际上引不起关注 08年以后 中国的内容就是国际媒体的重点关注对象 屁大一点的事都能给你添油加醋的报道一般 这就是政治账 你突然呢就从幕后给你推到聚光灯前了 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 你把握好了 那再去获取其他的收益 但是呢 凡事他都有一个边际效应啊 奥运会这玩意儿 边际效应更显著 第一次你能吃饱吃足 第二次就没有这么大的效果了 所以呢这一次的冬奥会也就是我们一个广交朋友的场合 巩固一下老朋友 联系一下新朋友 再大的收益呢也没有了 普京来了 中亚的五个斯坦国总统全到了 这最少说明了我们的后院啊还是挺稳的 巴铁和塞尔维亚就不说了 老朋友了 更为有意思的是 中东产油国的一些国家元首啊也来了 要知道就在半个月前几天的时间 中东六国的外长前脚接后脚 刚刚来话访问我 这就是政治意义 要借助这个场合呀 多交朋友 有些人呢就算了 从来也没有邀请过你 你还是别来了 来了更麻烦 说不定呢还得准备尿不湿呢 这就是政治账 经济账呢就更有意思啊 有人挣的是盆满钵满 有人赔的血本无归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呢 基本上都是官办 也就是政府负责花钱 也没有什么要靠奥运会挣钱的意识 主要追求呢 他就是政治账 所以呢每一届奥运会呢 都是亏钱的 亏得最惨的 要属蒙特利尔 1976年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 由于各项费用是严重的超支啊 让整个城市的经济几乎是陷入了瘫痪 欠了大概20亿美元的饥荒 你要说这个钱呢不算多 但是蒙特利尔满工才几个人呢 最后这笔账是硬生生的还了30年啊 一直到2006年才还清 你要说亏了就亏了吧 毕竟大家都亏 但问题是那一届奥运会 加拿大连半块金牌也没拿走 你说你图个啥呀 欠了一屁股债 啥也没落着 还有政治经济账全赔的 比如前苏联吧 1980年举办的莫斯科奥运会 花了是90亿美元 经济上肯定是亏大发了 但是前苏联的家大业大 这点钱还是承担的起 政治上也是亏的一塌无度啊 原因大家都知道啊 前苏联半年前入侵了阿富汗 结果导致全球67个国家抵制奥运会 根本就不去 其中就包括美国和中国 因为当时中国和美国是站在一块的 有些西方国家的运动员啊 即使是去了 甚至说拿到奖牌了 也拒绝使用自己国家的国旗和国歌 意思是我是个人来参个赛 政治上呢 我还是抵制你的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理解啊 因为运动员的职业寿命是有限的 他错过了这一届奥运会 可能就再也不可能参赛了 1980年莫斯科的奥运会啊 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这种反面的例子不能太多了 你太多就吓着宝宝了 76年蒙特利尔赔了李子 80年莫斯科 李子面子全赔光了 那么到了84年的奥运会就没人敢承办了 只剩下一个城市 美国的洛杉矶提出了申请 那就他吧 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是萨巴兰奇啊 他也发愁啊 你再这么下去 现代奥运就算玩完了呀 毁在了我手里 死了也没脸去见顾白蛋呢 于是呢 萨巴兰奇就决定改革 允许而且鼓励 公司合营办奥运 这上头口子开了 但具体还需要有人去执行啊 也算是天不亡奥运会啊 真有一个奇人 挽救了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彼得尤布罗斯 尤布罗斯是个商业上的奇才啊 刚开始的时候 洛杉矶奥组委的账户上 只有一百美元 这一百美元还是 尤布罗斯自己拿出来的 到了奥运会结束的时候 一算账 吃干抹净不说 还剩了2.5亿美元 这是明面上的 间接上奥运会前前后后 为洛杉矶带来的旅游等收入啊 高达96亿美元 一举开启了奥运会能盈利的先河 而且呢还是正大方 尤布罗斯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啊 这个商业运作 如果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咱举几个例子说好了 如果说要是展开了说呀 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呢 奥运会的赞助商制度 就是从尤布罗斯开始改变的 以前呢是谁都能赞助 给个几万几十万 意思意思 就能够用奥运会来宣传自己 尤布罗斯说了 那这可不行啊 咱们每个行业只选一家赞助商 让他们竞争去 价高者得 有识实物的 也有不识实物的 可口可乐呢 就是识实物的 直接拍出了是1260万美元 获得了赞助权 柯达呢属于不买账的 柯达是奥运会的老牌赞助商了 本来也是准备了100万美元 要赞助奥运会 一听这个新规矩啊 柯达不干了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尤布罗斯心想 我也不想欺负你啊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你不干呢 我就只能去找你的竞争对手了 找谁呢 富士交卷 富士一直都被柯达压着打 做梦他都想翻身啊 一听有这种好事 直接就拿出了700万美元 拍下了奥运会的独家赞助 你别说呀 还真有效果 奥运会过后 富士交远的市场占有率 是直线上升 把柯达给后悔的呀 后槽牙都快咬掉了 这下知道厉害了 到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 柯达没有一丝犹豫 又把赞助权呢 给夺回来 那么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经济账是怎么样呢 据官方统计啊 2008年北京奥运会总体上是收支平衡 小挣了大概10个亿 这个钱是不多啊 能不赔就不错 我们主要图的就是一个政治账 不过呢 后续带来的收益还是一直都有的 举个例子啊 奥运会建的水立方 去年的7月份疫情不严重的时候 我还去过一次 好家伙呀 人多的就跟下饺子似的 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的挣着钱 不过呢 即使是由布罗斯开辟了新的奥运会的商业模式啊 奥运会也不都是挣钱的 远的不再说了啊 就说进入21世纪的这几场奥运会 也是挣钱的少赔钱的多 除了北京 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挣钱了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呢也挣钱了 但是都挣的不多 赔钱的赔的可多了 2004年的希腊雅典奥运会 天时地利人和呀 也能赔钱 而且呢赔的不少 背上了大量的债务 后来希腊发生经济危机 奥运会亏损也是重要的原因 2016年巴西的里约热泪卢的奥运会啊 巴西也是出现了巨额亏损 奥运会办的是错误百出 连国旗都能挂错 而且呢民众也是非常的不满的 最后竟然爆发了内乱 民怨沸腾 连总统罗塞夫都被弹劾下台了 最搞笑的就是去年的日本东京奥运会 本来呢奥运会在世界各地举办啊 大家期盼的原因呢 就是每一个举办城市都能带来新的感受 不断的给人们创造新的惊喜 结果呢 日本把惊吓给搞出来了 赤妹亡俩都出来了 惊吓也就不说了 最后的总账一算呢 估计能把日本人给惊呆了 其实也不用算总账 奥运会还没开始呢 日本奥组委的会计部长就卧轨自杀了 这就已经把世人给惊呆了 说了半天了啊 咱们还是要回到北京冬奥会 我们承办这届冬奥会啊 到底能有多大的收获 奥运会虽然说 现在是越来越难办了 比如说2024年和2028年的奥运会 都快没有申请的城市了 2024年奥运会 最后只剩下了法国的巴黎和美国洛杉矶 两个城市申请 国际奥委会一看 干脆这样吧 你俩也别争了 2024年巴黎承办 2028年直接交给洛杉矶 都不用申请竞争了 免得2028年万一没人申请 那就太丢人了 但是即使是这样 奥运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啊 还是人类最伟大的盛会 目前看来 还没有别的什么形式能够取代的 人是社会动物 本性就需要有一个交流的平台啊 小到一个公司团体 还要搞一个聚会年会什么的 再比如一些少数民族的聚集地 定期还要搞个歌会之类的 很多人就通过这种聚会 也就脱颖而出了 也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 大家都需要这种交流的平台 随着地理大发现 交通和通讯越来越便捷 地球成了一个地球村了 那么全人类自然也就需要一个全世界的交流平台啊 各国不分大小 人们不分 肤色 种族 阶层 需要有一个都能参与共同交流的平台 奥运会是最合适的选择 它的理念 目前来说还是最先进的 高举和平 友谊 公平竞争的旗帜 这个理念高大上啊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平台 能够与之相比的 甚至连萌芽都没有 所以奥运会虽然是面临着 很多的困难和问题 也需要改革 但是它仍然会继续存在 直到有一种全世界都能接受的 一个新的平台 取代它为止 那既然是一个交流的平台 我们作为东道主 自然是要展现一些东西嘛 把我们的一些优势的东西 展现到全世界的面前 政治账我们就不算了 红利呢已经吃过了 经济账其实也无所谓 我们实力雄厚 挣钱了更好 赔点钱也能接受得了 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想要展示的东西啊 展现出来 那我们想要展现什么呢 大家要注意北京冬奥会的几个关键字 智慧冬奥 科技冬奥 举个例子啊 美国一直在抵制我们的5G 不仅自己不用 还诱导和胁迫其他国家 也不能用 但是在这次冬奥会上 展示的是全5G的商用 是已经落地的 有商业实用价值的5G技术 赛事转播 VR实景的赛场 5G和北斗系统结合的 无人自动驾驶 这个自动驾驶可是L4级别的 也就是彻底不用人工干预的自动驾驶 当这些事实 通过奥运会呈现在全世界的眼前 那对美丽也算是一个打击啊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全是瞎子 也不全是傻子 总有那几个明白人 他们听着看着感受着 心里也会琢磨的 这跟老美说的不是一回事啊 但是啊 展示我们想要展示的东西 并不是最终的目的 而是要通过这种展示 我们要让全世界明白 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让国民和全世界都看到 我们未来要站在科技制高点上的决心 照着这个方向走啊 我们中国的未来一定会更有希望 给国民以信心和希望 给全世界展示一个未来更加强盛的中国 让朋友越来越欣慰 让敌人越来越沮丧 这才是我们北京冬奥会 真正要算的一笔章